今年夏天我是歌手 让前零点乐队的主唱周小鸥 重新以歌手身份站在台上 带着观众重回了摇滚的黄金时代 而她在舞台上的一句 终于找回当主角的感觉 也让不少歌迷揣测 周小鸥是否重回乐坛 8月29日周小鸥现身北京郊外 为自己的全新专辑拍摄MV 正式宣布重新回归乐坛 自2008年离开零点乐队单飞后 周小鸥开始转战影视权发展 她参演的作品备受好评 就在大家以为她彻底放弃唱歌时 周小鸥参加了《我是歌手》 重回音乐舞台之后的她 依然让无数粉丝为之疯狂 谈到参加《我是歌手》的初衷 周小鸥探言 很多年没有那个 就是唱歌没有那种 给我特别惊喜 或者那种激情 或者那种刺激的感觉 看完他们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最起码在现场的那种 给我那种冲击力 和那种紧张的那种气氛 我特别享受 近日周小鸥参加某节目录制时 被韩红呛声 韩红直言从周小鸥到蔡国庆 到朱军 甚至整个《我是歌手》中的歌手 加起来自己都能分分钟摆平 面对韩红如此嚣张的挑衅 并不知周小鸥将如何回应 韩老师确实是唱得不错 他就是他那人性格就是那样的 因为我们俩可以说是发小了 所以我就知道他当时说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会惹祸 我觉得可以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我觉得他那么说 有他自个的道理 反正我可能个性问题 或者怎么着的 可能说不出来 那您是从他对于针对 我认同 毕竟是发小 别人都会拉进去了 毕竟是发小 他们也可以反驳 不同意的可以反驳 对 我同意 我同意老韩的说法